酒漢冯甘霖 他相遇故知 洞房花卓夜 金榜提名時 這是人生的四大喜事 結婚就排在其中之一 結婚生子多子多福 兒子滿堂 這都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話 但當信奉無神論 高喊與天鬥 與地鬥 與人鬥的共產黨來中國執政的時候 不僅嚴重破壞中國人的婚姻觀 就連生兒育女的傳統觀念也給硬生生的破壞掉了 中共從1980年代開始實施計劃生育 導致中國男女比例嚴重失衡 再加上中國經濟不斷下滑 中國年輕人不但失去理想 夢想 就連糊口的工作也都很難找到了 所以 這也催生出中國獨有的四部青年 即不戀愛 不結婚 不買房 不生子 據中國官方數據顯示 2024年1月到9月份 中國登記結婚的人數只有474.7萬對 比去年同期減少了94.3萬對 同比下降了25% 根據中共官方聲稱 2023年末 中國的總人口是14.0967億人 同比減少了208萬人 2023年的出生人口是902萬人 出生率是6.39% 而這也雙雙創下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的最低水平 建議中共一向說謊 這個數字仍有不少水分 現在 就連曾強力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中共也慌了 推出生二胎 三胎的政策 並且宣稱將在財政 税收 教育 就業等方面寄予支持 但中國老百姓是怎麼說的呢 一名中國農村的母親竟然勸兒子別生孩子 對養小孩 嗯 我建議我醫生的大眾 老了還有上腰老院 我這次都心裡話 嗯 我這一輩子給你帶來這個世界上 開始給我壓著 我一輩子 可是我 都心裡 然後也給你 我能力地往前 往前踢 努力地生活 努力地讓你能享受更好一點 你再這麼努力也沒打到 還是比你家的距離差得遠遠遠遠遠 當然你們享受不到的是我 當兵馬 也比不到的是我 那些從計劃生育中幾乎是死裡逃生的年輕人 也紛紛在網上曬出了自己的經歷 2024年11月7日 一名山東網友晒出一張在1984年開出的超生罰單 上面寫著 某某村民 查明你於1984年5月起生二胎 根據上級政策規定 對你實行罰款1500元 限你於5月23日下午5點到村辦公室交納 餘期不交 將對你採取如下措施 一、對你以及你父母、兄弟、岳父母等親屬實行連户處罰政策 分別處以罰款 如拒不交納、以物抵押 二、如實行上述措施仍不交納 將沒收你的家庭全部財產 收回全部承包土地 直至強行推倒房屋 對於這段充滿暴力的文字 不少網友紛紛在評論區回憶說 我是07年生的 我爸爸給我交了4萬 我媽懷著我的時候躲在山裡面 自己一個人 沒有燈 文字又多 我是89年的 我爸媽花一萬多買下來的 我是兩萬元還的 也有網友說出自己家的心酸事 我是93年的 本來會有一個95年的弟弟 言外之意就是家裡交不起高額罰款 弟弟莫能生下來 還有網友說 我小時候有個鄰居 剛生小孩還在坐月子 每天都和他婆婆一起 躲到很遠的柴房裡睡 連續躲了多久我沒有印象了 那時候覺得好恐怖 從他們的經歷中可以發現 這些年輕人都是因為家裡交了錢 才能生下來 當中國百姓願意多要孩子的時候 中國政府強行阻止 現在當中國政府看到中國出生率不斷下降時 又鼓勵人們要多生孩子 有人曾評價說 中共的政策不能看何定本 從前生活在農村的中國人 經常會看到牆上的大標語 一胎生 二胎渣 三胎四胎殺殺殺 少生幽生 幸福一生 寧可多作坟 不可多個人 讓人看了感到十分恐怖 現在中共口風又變了 大標語從少生幽生 幸福一生 禁止生育第三個子女 計劃生育 人人有責 變成了多生孩子就是好 長大掙錢還養老 中國政府當年為了推行計劃生育政策 就欺騙百姓說 政府會解決民眾的養老問題 但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 這個政府養老的口號 也不斷地出現變化 這是1985年流行的標語 計劃生育好 政府來養老 到1995年 這個口號悄悄轉變為計劃生育好 政府幫養老 等到了所謂中國經濟不斷變好的2005年 中共十分直接地表示 養老不能靠政府 等到2012年 口號又變了 推遲退休好 自己來養老 等到了2018年 這個口號和1985年的口號 180度大轉彎 中共喊出 擅養老人是義務 推給政府 很可耻 到了2023年 即中共推出三胎政策兩年後 中共的標語變成了 三個孩子就是好 不用國家來養老 這下好了 把養老的責任完全推給百姓了 不禁讓人感嘆 什麼責任也不願承擔的政府 百姓要它何用呢 2024年11月 有大批天津的獅毒老人 在天津衛生監管所門前 拉橫幅示威 抗議政府 莫兑現對獅毒老人的養老政策 現場他們其喊口號 視頻中 老人們拉出的橫幅上寫著 兌現承諾 不如使命只生一個好 國家來養老 現場有人還舉著天津 濕毒群的旗子 他們每人身前都掛著寫有濕毒無罪 上訪有理的白紙 中共定義的濕毒老人 是指獨生子女去世後 父母不再生育也不收養子女的老人 據中共衛生部發布的 2010中國衛生統計年間 記錄中國濕毒家庭 當年超過100萬戶 有媒體報導 1975年至2010年間 中國濕毒者獲達2000萬 濕毒者黃先生說 中共嚴重侵犯人權 製造百多萬濕毒群體 當局應變取有效措施 彌補過失 翁先生稱 持續30年的毒生政策廢除了 但這場災難的直接受害者濕毒父母 卻依然處在極度痛苦中 他們遭遇的 是人間最悲慘的苦難 年輕時被剝奪生育權 年老時失去被贍養權 此前的中共計生辦 現在似乎變成了催生辦 廣東省湛江市 恒心村公共服務站的標語 寫得很直白 讓全村育齡婦女 懷上二胎 是村支出不可推卸的責任 其實 家裡長輩也願意早日抱上孫子 要過春節了 我拿著我現在買的車子 大家都有車子館 你們的車子館就掌門了 我一天關銷的賣 一萬兩萬塊錢買的都能拿車 你個人把你的錢 你曾經來關銷 你能拿我裝嗎 那些有車子開的 學不懂得來 誰都騙你 你九十五萬 我下午點嘛 你過著下午點 你過著下午點 你七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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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五十五歲 你七十五歲 你要信我的話 行啦行啦 你七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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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回商量給市去 商量忙嗎 商量忙嗎 啊 商量忙啊 大家都有車子看 要過新年嗎 你要過新年啊 你想嘛 我就是找回商量這個生 那是五千平道家 這個生兩萬 這個生病的十五千 十五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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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去了 這個時間到了 我們去買 啊 這個生病是一萬 一 一 都還要花多錢嗎 爺爺把自己節省下的錢 都拿出來給孫子 和孫子商量過年買車 其實是想要孫子趕快結婚抱孩子 這是來自家人滿滿的愛意 這種來自爺爺的催生不會讓人感到反感 反而是滿滿的感動 反觀中共 關係到每個家庭最基本 而又最重要的傳宗接代的隱私事情 卻成為出而反而的國家政策 一名網友感慨說 一會兒只讓你生一個 一會兒讓你生兩個 一會兒又讓你生三個 這不像是人類的生育 倒像是養殖場的老闆 在調節養殖場的存籃數和出籃數 2023年5月 網上流傳一則視頻 字幕顯示大四女生代娃求學 獎學金和榮譽證書拿到手軟 網友 誰能拒絕一個已婚已育的英界畢業生呢 據悉 23歲的貴陽人文科技學院 漢語言文學系畢業生小黎 在上學期間獲得多張獎學金證書和獎狀 成績在全班第一 她在大學期間結婚生子 孩子主要是奶奶帶 因畢業季的自由時間多 她偶爾會帶孩子到學校住幾天 雖然小黎表示不建議大家盲目效仿 但大學生課業繁重 這個視頻爆紅的背後 難免又是中共別有用心的操作 網友也紛紛表示 為了催生真是宣傳方式 越來越花樣多了呀 這種活雷鋒要多多鼓勵 沒有小韭菜 將來的養老金誰出 以前宣傳研究生皆悶生孩子 現在宣傳大學生 再過幾年是不是就該輪到高中生了 以此類推 有人質疑說 不敢想像 經歷也太好了 帶孩子還有時間讀書 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下滑 中國人結婚的人少了 中共為了讓百姓多生孩子 開始使出各種怪招 2024年11月 重慶市萬州衛健委給當地民眾發催生簡訊 顯得極不可耐 國家體償是零婚育 優生優育 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 再婚夫妻再婚後可以生三個孩子 再婚前生育的子女數不合併計算 有廣東網友發帖指出 三胎生育政策卡BUG 重慶群發簡訊 在婚後可生三娃 意思是 一婚生三個孩子 二婚生三個孩子 三婚生三個孩子 能生九個孩子 這怎麼讓人想起了蘇聯時期的所謂英雄母親 讓人聽著感到思思良意呢 有網友評論說 這回旋標飛了四十年 很好 也有人諷刺說 中國政府的能力 善事漏洞百出 惡事滴水不漏 還有人說 不給真金白銀的生育獎勵政策 玩這些有用模 這話確實說到民眾心坎裡了 更奇葩的是 中共似乎是把催生任務 下達到了基層街道辦 2024年10月 網易上有消息說 新任務 大量女性自爆收到街道辦催生電話 上來就問月經是幾號 下面是一名女網友的真實經歷 昨天炒菜時 突然接到街道辦的電話 一上來問我 上次月經是什麼時候 我說我不記得 她說 那我就隨便給你填一下 還問我什麼時候打算生孩子 有沒有生孩子的打算 對方還說 我這三個月 每半個月給你打一次電話 我問 現在是要來你們催生了嗎 工作人員說 我們不催生 我們只是打電話問問 家裡沒有養寵物吧 我說養狗了 對方說狗對生孩子這不好那不好 對此 有X型台網友感慨說 中共把生育指標下放到社區 導致社區工作人員定期電話 詢問新婚夫妻的隱私 然而生育率不見上升 倒是催生出令人反感的月經警察 其實 中共這種催生已經在2023年11月 就抓上日程了 這是某個村子的村民 晚上被叫去開會的場景 視頻字幕顯示 今天村裡開大會 內容就是每個你的都要生仔 有網友留言說 我姐77年的 村裡的還打電話叫我姐生三胎 也有人披露 墨絕精的都要生 絕精的到醫院開絕精證明 儘管很多人並不想生孩 但中共還是動用各種手段 你各種好手段 你各種好手段 結果結婚我不管 我今天知道你不管你結婚的事 你一定要生小孩 你知道我的為什麽 你們的女朋友 在我的多摘幾個女朋友 生幾塊錢不行 那我也是隱形之鑛 那我個結紮的 生不出來 我跟我家 我都沒得好過支持 我跟你說 你三歲喊過 開始生小孩 你是不是犯罪了 你知道嗎 你就是千古罪了 你知道嗎 現在遠遠找不到學生 小小沒得所生 該上沒得人 你就是誰人 你知道嗎 之後 該工作人員說 旁邊一起來的女子 可以給這個男生生五個孩子 還要簽合同 不然把房子拆了 看似好笑 卻也反映出 中共辦事人員的簡單粗暴 作為政府 理應想辦法 改善民眾的基本生活 人們不用為衣食住行發愁了 自然願意要孩子 但中共的邪惡之處在於 不切身體諒百姓的疾苦 一切都為維持獨裁統治而運行 政策招令西改 缺乏對人性的基本關愛和尊重 也自然得不到民眾的認可 好的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您訂閱 點贊 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 感謝您的支持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